這樣 布施眾生 每天布施眾生 老實說以我們的經驗 一個病人進來 他有十分的病 你先帶他拜佛消業障 剩下五分 再給他做個煙供藥供 又剩下兩分 然後去看醫生的時候 已經剩下兩分了 業障消除了 鬼神超度了 醫生只是調整一下他的 身體 吃一些藥 但是如果不懂這個 你就要浪費很多醫療資源 他就因為業障被消除 鬼神被超度 怎麼開刀也不會好 佛法很好 學了很多這種方法 來幫助眾生 只是我在這邊交代 學佛法不能拿來買賣 因為如果你拿來買賣 說我幫你念念給我多少錢 這個會下地獄 佛法就不值錢了 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我想在這一點 我們去幫人家祝念 還要謝謝對方讓我祝念 這樣 那如果你找來說要錢了 你說我自己賺 這樣 為什麼要錢了沒用 你還不如自己念 因為你的孝順心 就可以幫對方超度 對不對 你的虔誠心 慈悲心就可以幫對方超度 佛陀沒有說出家人念才會超度 我要往在家人念不會超度 佛陀沒有這樣說 佛陀只有說 有信心的人來念都可以幫助對方 但是如果一個人不信因果 他不信因果 他在跟你收錢 他跟你念 那你不要跟他談了 因為這個連信心都沒有 在這一點 我認為學佛沒有分錢不錢 有錢沒錢 只要有一個信心 有一個悲心 各位你就可以幫助對方 好 所以你在家裡撒一點餅乾 幾千隻螞蟻都來了 你可以辦法會了 為他們念 鬼衣大悲祝 這些螞蟻 在吃你的餅乾 準備以後 去極樂世界了 快不快樂 做乞丐也快樂 所以念一下 來 心如黃金 生如乞丐 要這個心態 當然各位現在是拿都拿釘 那不一樣 那功德更大了 如果你有福報有錢 你又可以接觸很多眾生 買很多食物 可以救一頭牛 對不對 昨天我們救了十九頭 一頭三千塊馬幣 不便宜 三千塊 對三千塊馬幣 我們在斯里蘭卡救 就便宜一點點 在泰國也舊 我們已經舊了幾頭了 念一下 兩萬七千頭 等我們院長護身也蓋好 我就送一萬頭來 現在最痛苦的是 沒地方去 所以你家有棕櫚員 借用一下 借用一下 微微放幾頭 你不用撒肥料 那些牛在那邊大小便 你長出來的棕櫚 不得了 有加持的 真的 最近有好幾個 就借我們戰日法師 他也不相信 因為我們這個 養牛不撒 不撒農藥了 就長出來的棕櫚 還是更多 他們就慢慢相信 就借我們帶牛去吃草 幫你吃草 你付我錢好了 不用再撒農藥 因為這個撒農藥 是破壞土質的 撒農藥就是撒神 不能撒干嘛 這個是個惡意 不太好 以後皮膚不好 身體慢性病多 淋巴性會出問題 所以各位就最好 要花多一點錢 找那個有機的 對不對 想辦法 但是不能為了賺太多錢 而損失自己吧 現在念虛空葬奏 代表整個虛空 你想什麼就變什麼 他要衣服 他要黃金 他要房子 他要車子 什麼都滿他們的語言 叫虛空葬奏 你不會念也沒關係 用想的你心裡就很快樂 因為你這個想 對方就得到了 佛的力量加上你的悲心 對方就得到了 所以各位 你沒有看到阿彌陀佛 但是你念阿彌陀佛 為眾生念阿彌陀佛 請問阿彌陀佛有沒有來 有 只要你相信 而且你對眾生有悲心 那個眾生就看到阿彌陀佛 因為他吃飽了 你又為他念佛 阿彌陀佛就帶他去極樂世界 沒有生病了 然後呢 一切都滿足了 再來呢 超度了 超度 我們先幫他念 玄奏法師所翻譯的 不動佛心中 那有些人問我說 師父你為什麼不直接念往生中 這個有個道理 因為佛陀說 現在這個時代 末法時代 眾生貪嗔吃強 造的殺業惡業太多 往往直接會墮落三二道 所以如果先為他念 不動佛心中 那他們就可以 這個業障消除 貪嗔吃不起 這個叫淨除一切業障 慎福往生淨土透露 你就先幫他們消業障 所以特別那些自殺死掉的 墮胎胎兒的 這些意外死的 被槍殺死亡的 這些凶死的 特別要念不動佛心咒 所以佛經說 這個不動佛心咒 你去幫人家註念 我們都請人家貼在手機上面 你貼在手機上 或是不動佛心咒 幫對方看到了 對方叫見極解脫 只要他看到這個咒語 或聽到這個咒語 他當下脫離地獄道 鬼道出神道 特別是墮胎胎兒 因為不動佛 他是特別照顧 墮胎胎兒的 所以墮胎胎兒 我們就會加念不動佛心咒 他馬上往生妙式淨土 所以來 各位各位念一遍 三十一頁 來 Nammo Jana Jayaaya Ong Kangkani Kangkani Rojjani Rojjani Jodani Jodani Jasani Jadihana Jadihana Sawagama Balangbalang Name Sawasattu Nanjoe Soha 那念咒的時候 你要相信 你就代表佛的一百分的力量 你要相信 現在最難就是這個相信 你念往生咒 那阿彌陀佛百分之一百就現前 你百分之一百的力量在消眾生的業障 所以咒叫陀羅尼 所以如果你能夠發起無上菩提心跟這個信心 無我的來念這個咒 那你就百分之一百阿彌陀佛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不動佛的力量 當你念大悲作為能夠升起這麼心 你就百分之一百的觀音菩薩的力量在你身上 不但幫了你自己 因為你已經轉成觀音菩薩 又幫助對方 所以各位還是年輕一點學佛啊 不然背不起來啊 那經常念經常念就背起來了 翻過來為他們唸七佛如來 唸七尊佛他們一聽到也是一樣 脫離地獄到鬼到出生到 將來也會成佛 而且得到現在這個佛的加持 比如說唸多保如來會發財 永離貧窮 唸保聖如來會消業障升天 唸妙色聖如來他們會變得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那些鬼都長得很醜 都躲在後面 但是你幫他唸妙色聖如來 他長得好美好美很莊嚴 將來還可以成佛 唸廣博聖如來身材高大 唸禮佛如來永遠不會怕 唸甘露王如來同享所有甘露 唸阿彌陀如來 唸下業障消除 往生淨土 所以這七佛如來 各位不管對人也好 對動物也好 對惡道眾生經常念 我們大家一起見 那麼多保如來 那麼保聖如來 那麼妙色聖如來 那麼廣博聖如來 那麼禮佛偉如來 那麼甘露王如來 那麼阿彌陀如來 那麼多保如來 那麼保聖如來 那麼妙色聖如來 那麼廣博聖如來 那麼路飛如來 那麼我六子聖如來 那麼路飛如來 那麼甘露王如來 那麼阿彌陀如來 那麼阿彌陀如來 那麼多保如來 那麼保聖如來 那麼寡四聖如來 那麼藏色聖如來 那麼廣博聖如來 那麼方神如來 那麼浪獲爺 那麼笛魏如來 那麼漢露王如來 那麼麻彌陀如來 回向祭 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发愿 发愿 不管做什么善事 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间 这是一个暂时的过客 不执着一切 但是我们要利用这个无常的世间 来体悟无常 也来广结善缘 广修功德 但是大乘佛教的最主要的修行 念一下 西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国 所以我们要劝所有众生 生起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为了圆满菩提心 最保证的方法 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了以后 你就会争得空性大悲不退转 然后一定成佛 所以只要愿意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 必定成佛 阿弥陀经说的 不退阿弥陀堕落三秒散布体 并不是这个世间不好 而是这个世间不好修行 很容易起贪嗔痴 很难 虽然我们讲的很简单 空性空性 空只是理论 自己空不了 因为这个世间五着二四 时时刻刻让你起贪嗔痴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边没有男生 没有女人 没有姻缘让你起贪嗔痴 花草树木都在给你说法 阿弥陀佛在给你加持 十方诸佛你要去参访 不退菩萨都在你身边 这样才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当然我们这辈子就努力的 学发菩提心 广修功德 除了诸恶末做众善奉行 就广修功德 然后呢 发愿违向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 各位观想 所有万幸祖先 所有往生牌位 所有老人院 精神病院 洗肾的中心 所有往生者 包括念一下 印度人 马来人 所有世界 黑人白人 所有人类死亡者 动物死亡者 痛苦有情 随我发愿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最后啊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你看 有人办得很好耶 对不对 不见得要出家人 在家人也可以耶 可以办老人院 可以让人家洗肾 可以帮助很多人 可以用各种宗教来帮助别人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来来来来这里 来到这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欲言同化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香香妈妈好 你好 霍华 你有没有很喜欢的东西呢 有啊 那你多怎么样获得你喜欢的东西呢 跟爸爸妈妈说 跟爸爸妈妈说就好了 妈妈就会拿你喜欢的东西给你了吗 没有啊 不然就是要立一些工啊 立什么工啊 做一些家事啊 做一些家事就是立工哦 小兵立大工对不对 好 有的时候呢 你有很喜欢的东西你会想办法对不对 那有些人呢他是不劳而获 那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呢 是有关于他很喜欢一个东西 可是他却得到了以后却没有节制的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故事 米缸中的老鼠 这年头受伤真不好 到我们也不忘满 生活困难 希望露天可以风调雨顺 让我们过点好日子 在一个草料仓库里住着两只老鼠 他们每天只能在草料堆里找稻谷来填饱肚子 生活得很细腻 哎呀 这年头要填饱肚子真是很困难啊 哎 这里能吃的食物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应该出去寻找食物充足的地方 你可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啊 这里虽然吃的东西少点 可至少没有危险 这种辛苦的日子我过够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离开这里 出去找寻更多的食物 于是这只老鼠便离开了草料仓库 出去寻找美味可口的食物 老鼠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终于遇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 眼睛突然一亮 发现远方有一间房子 老鼠看到这间房子 很高兴便飞快地朝房子跑去 喂 你要先敲门才能进去 啊 怎么会这样 是谁在跟我说话 别看了 我在你上面 哎呀 吓我一大跳 我还以为是什么怪物呢 原来 是这种你啊 小老鼠 你要做什么 哎 别提了 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 我进去采购一下 当老鼠可真不容易啊 还是我们蜘蛛好 结好王以后 只要等于送货上门就行了 送货上门 要是想吃大门 结果送来了个香料怎么办 不如自己去采购的好 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还耍了一大脚 真倒霉 快找吃的比较实在 真难爬 真喘啊 讨厌 这篮子里面 不过多不都干净 啥都没有支持啊 就当老鼠失望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桌边放着一个苹果 金狗的猫 立刻兴奋了起来 朝那苹果扑了过去 哈哈 苹果 我来了 不要爬 老鼠被扔在桌子上的筷子 拔了一下 老鼠被扔了 失去重心 从桌子上掉过 正好掉过到米缸里 被摔得晕晕乎乎的老鼠 好半天才清醒过来 不过 当它清醒过来以后 却惊奇地发现 米缸里满满的全是大饼 哎呀 好疼啊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个筷子摸不去 这是哪里啊 我醉 我醉 这么多大米 我的最爱 这得感谢那个筷子 我爱你 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我爱你 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这里没有猫 这是天堂 哈哈 真好吃 真好吃啊 这只老鼠在米缸里 整整待了一个月 由于每天都吃大米 又很少运动 它的体态烫得去 这种日子真好 哈哈哈哈 都一个月了 那只老鼠怎么还没出来 莫非 屋里有一只等着送货上门的猫吗 啊 三个月后 米缸里的大米 已经被老鼠吃得一干二净 而这只老鼠也已经变得体态臃肿 肥胖不堪 这时 它想离开米缸了 怎么回事 大米都哪儿去了 都到这里了 我记得自己吃的不多呀 算了 没有大米就回家好了 三个月了 那只可怜的老鼠 一定是变成猫咪的大便了 还是当猪猪好了 天哪 米缸什么时候长得这么高了 看来这只笔笔吃得有点多 跳高的跳得不如一斤缸了 没有大米的米缸 变得那么高深 而肥胖的老鼠 此时已经跳不起来了 它一次次尝试着 要跳过米缸 结果都以失败收场 哎呀 不会吧 难道这口缸 就是我的暂身之地吗 现实生活中 又有多少米的诱惑呢 如果我们不能看清 名利背后的可怕陷阱 或是看清了 却无法按捺一时的欲望 结果就如同那只老鼠一样 每满足欲望一次 毁灭就临近一步 直至陷入绝境 体态致肥胖 体态臃肿 比喻人的体型过于肥胖 体重与肢体不成比例 即称为体态臃肿 诱惑 比喻以物质或者利益 引诱人改变心意或行动 即为诱惑 欲望 比喻心中有所不足的感觉 以致产生想要满足的期待 哇 看完了哈 你有没有发现那一只老鼠 本来是一个小小的老鼠 因为贪吃 结果呢 变成胖胖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好奇怪哦 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么胖 以后却怎么样 跳不出去了 对好 那你想想看 它因为太胖了跳不出去 是因为它吃了些什么东西啊 白蜜 嗯好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它进入了那个家以后 它第一个碰到的是谁 是猪猪啊 猪猪 是谁啊 猪猪 哦 猪猪啊 那猪猪还跟它讲说要有礼貌 要怎么样 敲门 嘿 好可爱的猪猪哦 对不对 好 那它为什么又掉到那些白米里面去了呢 因为它原本要吃苹果 可是它走过去的路上 被筷子绊倒了 就掉到米缸了 啊 所以它是不小心的 掉到米缸里面去了 却找到了很好吃的食物 对 小朋友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只老鼠啊 经过多久时间还没有离开那个米缸呢 它经过三个月才把那些米吃光光 哦 那吃完了以后它有想要出来吗 有啊 可是等到吃完的时候 它怎么跳也跳不出来 因为它太重了 哦 身体太重了跳不上去了 对不对 嗯 哦 原来它是用跳的 不要离开的那个米缸 对不对 结果它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 是不是 好 那你猜猜看哦 你想想看好了 不要用猜的 你觉得那个老鼠 它有没有欲望 有 它想吃更多更多的白米 哦 那吃了很多白米它就 嗯 很满足嘛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你有没有你的欲望 有啊 我想我的欲望是 让爸爸妈妈所有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哎呀 真好 大家都平安对不对 那还有呢 我想当一个演说家 演说家 演说演讲吗 嗯 那你要准备很多东西呢 要告诉人家 很多知识啊 对啊 还有呢 还有当一位老师 当一位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你想要当一位老师呢 因为我想教书 教书 教很多人不懂的人的 可以懂很多的 把知识传下去 原来是你要把知识传下去 好努力 故事中的两只老鼠 你觉得哪一只是聪明的呢 我觉得离家出走的那一只比较聪明 因为他会懂得变通 可是啊 他太贪心了 不懂得节制 啊 因为太贪心了 不懂节制 致使他变胖了 就被困在 米缸中 对啦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逃出去了 那你觉得 这只老鼠 他还有很努力的过生活吗 我觉得他没有很努力过生活 为什么呢 他每天过得太悠哉了 然后都没有想办法要逃出去的方法 没有想要出后路对不对 只知道一直吃没有节制 所以他就没有想到他的后路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致使他最后呢 因为安逸的生活 造成他就只能困在米缸当中 吃完了没有米了 逃不出去了 对啦 好啊 好 那我们呢 在生活里面呢 都会有很多的诱惑 像这个白米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诱惑 对不对 那人呢 都会要想要 嗯 要排斥这些诱惑的话 会有什么方法 你觉得 其实我看到我同学有很多很可爱的小东西 其实我看到我同学有很多很可爱的小东西我也很想要很羡慕 可是我想爸爸妈妈赚钱也不容易 嗯哼 况且又有很多人都没有这些东西 感恩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我们的一些欲望 我们要冷静去思考 是觉得我们应该要获得它 还是说我们应该要感恩这些东西 那不然的话呢 我们太不知足了 不知道感恩 那就 像老鼠一样了 啊 对啦 所以你们也要多多学习 我们要拒绝很多的诱惑 然后呢 怎么样 增长智慧 对 要增长智慧 这要靠一些我们要读书 对不对 或是要听一些善知识 或是练佛 让我们的知识增长 以后呢 我们就会离开这些诱惑 对不对 对 很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孩子的心灵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